您知道血脂是否有很重的数据 显示出我给药食令死亡率减低 比他丁类以胆虎睡 这比较专有点 我专程很清楚地说出 但是我们有专程降低血脂药 有些病人的血脂非常高 高到可能会引发急性胰壮炎 或者他根本已经有观心病了 这么高 我都会跟病者谈 我们应该要预意治疗 大部分医治胆固上的药物 病人很害怕 你知道病人很害怕副作用 其实什么都会副作用 我走出去也会有个花盆跌下来 你会不会不走出去 不会 所以副作用的严重程度 只要我们知道 很少发生会影响到病人 我们最担心的是肌肉反应 吃完之后 肌肉的反应 很多人吃都没事 偶像有一个半个吃完就有这些反应 周身肌肉痛 我在药袋里 我凡身降血脂降胆固醇的药 我都会写下 如果有肌肉痛 你要通知我们的诊所 回来检查肌肉酵素 如果高了我们就停止 我们会等这个事情 很快一两个星期完全康复 如果他有需要 我试第二种的肝胆固醇药 所以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 有些人就怕 吃了肝会不会有事 其实你吃一个普通的退消药 可能一万个人之中 有一个也有肝脏反应 你不可以因为这样而不吃 反而你应该有个认知 我知道肌肉反应和肝酵素高 或者肝有问题 其中降胆固醇药有可能发生的事 我会跟病人说 如果吃完肝后没有胃口 有黄胆 出声我们感染肝功能 如果有事 我们当然要想想是否有关系 非常不常见 孟先生我想问 我们刚才所说的胆固醇 或者血脂 我们刚才所说的血糖 可以吃药 或者用胰島素降低 如果我发现我感染了之后 胆固醇比较偏高 我控制住 我吃得比较好 我以前吃药的 是否可以清掉 像通血管般清掉 可以 这也是 你今年40岁 你想回去20岁可以吗 是不行的 所以重要性是要及早医治 当一个血管当中 它好像 我给你一个话题 你家里的水喉 你用久了一些东西 脏东西 肥的东西 当水喉里面的表面不平滑 它就会有毛发 各样东西 就积了 血管一模一样 你时间久了 血脂胆固醇高 它开始有硬化闭塞 它已经不再平坦了 然后 你在血里面的血小板 也会积下去 令它更加失 所以 每个病人来看医生的时候 它高了血脂胆固醇多久 它的血管年龄就有关系 它可能已经老化了 脂胆固醇 我们就由那时候开始 在这个情况之下 譬如我给你一个例子 你家里的水喉已经是脂胆了这么多 我们用一些干净的水 它会不会好 也不会 它最多是不叉下去 明白吗 而这就是正正我说的 不要说胆固醇高了一年后再查的原因 因为如果它高很多 一年都可以失离血管